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比赛扔飞镖怎么样 好啊 你会玩吗 别忘了 我有精确的计算程序 记住 谁输了就罚谁 行 说定了 我先扔 来 怎么样 看我的 快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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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怎么了 输了 你是配去做齐威王的剑靶子 齐威王什么东西 不是东西 他是古代齐国的君王 这么多人是谁 拿弓的那个就是齐威王 就是要罚我做他的剑靶子了 对了 上 我光荣之后可要把我带回去重新组装 知道了 我会给你换一个聪明脑袋的 拿剑来 这下我死定了 我没死 好 太棒了 陛下的剑法实在厉害 大家看这一剑 射的简直神了 他不偏不倚 正好射在剑眼上 看来陛下是算准了的 拍马屁 他的剑法可真够丑的 陛下真了不起 这剑眼可不是人人能够射到的 请问何为剑眼 这剑眼就是射手与剑靶之间的中心点 可要比靶心难射多了 是啊 不但要瞄的准 而且还要算得住 说得好 看来你们真是寡人的知己 重重有赏 好 好 他们游园来了 钟爱卿 你们说寡人这座新造的百花园怎么样 臣以为即便是神仙的花园也不过如此 你倒看 天上的月亮都为陛下露出了笑脸 是啊 陛下 臣倒有一个奇想 说来听听 既然陛下如此喜爱观花赏月 不如再造一座观月台 台下栽满奇花溢草 台上陛下摇跃共赏美景 岂不悠哉又哉 好主意 相国 你说呢 陛下 树邹计直言 这些年来战乱不断 百姓已经不堪重负 如果再要大兴图目 恐怕国力受损 百姓遭殃 邹大臣说的是 请陛下三思 好了 又是老一套 扫兴 不识误 小人得志 我非得想出办法不可 你看看 忠臣可不好当 他是不是气疯了 有了 就这么说 陛下 陛下 你又要说什么 刚才侍臣扫了陛下的游远雅兴 这些人实在罪该万死 所以陈特来将功补过 给陛下讲个笑话 消消火器 你先坐下 我最喜欢听笑话了 快快说来 是 这个笑话 还得从我家请来了一个裁缝说起 那天他给我缝制了一套新衣服 这就是奏记的家 我们到了故事的故事里了 老爷 穿上我特别为您设计的衣服 就更显出您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了 古代时尚 哪有现代时装表演裤 我穿上这套衣服感觉果然不错 其实不错 要我说 简直是气欲不凡 恐怕连城北的徐公都比不上您 徐公是谁 他是齐国大名鼎鼎的美男子 我真的比徐公还美 我可从来不说假话 好 到账房拿赏钱去吧 谢谢老爷 夫君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夫人 我看起来怎么样 穿上新衣更加光彩照人了 那我与城北的徐公相比谁美 当然是夫君了 真的 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 好屌 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也是 别逗了 你这身铁疙瘩会起什么鸡皮疙瘩 丫鬟 你说说我和徐公谁美 当然是老爷美 老爷美 老爷 有客人来访 老爷到 邹大人 原来是张兄 你好 大人 今天我来是有事相求 等会再说 我先问你 我比城北徐公谁美 您天庭饱满 唇红齿白 穿上新衣 便显高大英俊 这徐公怎能与您相比 当我真的见到徐公之后 邹大人 徐公 请 超级大帅哥 还让我抢个镜头 我比不上徐公 真是自残行贿 让陛下见笑了 可他们为什么都说我比徐公美 我看他们的眼睛有毛病 你给了他们好处 是这样吗 邹基 不 他们都知道我貌不出众就是不说真话 后来我才悟出了原因 什么原因 说来听听 是 裁缝他说我美是想赚我的钱 夫人说我美是偏爱于我 丫鬟说我美是因为他怕老爷 朋友说我美是因为他有求于我 言之有理 陛下 我们齐国方圆千里百二十成 宫里嫔妃侍卫没有一个不想讨您喜欢的 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害怕您的 周围小国没有一个不有求于齐国的 所以陛下您受蒙蔽的机会比臣要多 好了 兜了个大圈子 你是想让我不要再大兴土木 陛下果然明鉴 臣还希望陛下多听钟言不受谗言蒙蔽 走记 你的话说多了 回宫 是 陛下回宫了 各位大臣 关于筹建观月台之事有何意见 你看又来了 真是个昏君 走记这下苦了 陛下 陛下 臣以拟好观月台的建造方案请您定夺 陛下 这是征税和昭公告示请您过悟 你们两个很积极 为陛下效忠 臣等万死不辞 别说了 来人 在 把这两个小人给我拉出去 是 陛下 有谁再敢胡进谗言就是这个下场 陛下圣明 从现在起 全国上下凡能面赐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上书见寡人者受忠赏 能庞异于世朝闻寡人之儿者受下赏 他在说些什么 凡能给他提意见的人都可以得奖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是啊 可是在那个时候 走记能勇敢的给皇上提意见 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 走记真棒 他走上海浪 英雄的传说把我传着 千古美德 穿呀穿四方 穿四方 要穿四方 穿呀穿四方 穿呀穿四方